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部大腹上籃 挑進又是張哲豪 這是 我想每個球隊有他們特色 這也是好刺激的 多元的這種發展 對位上會比較有壓力 現在手的 還是停在三線之內 這個三分球又破 可能要再手出去一點 對 要手出去 讓對方 那麼容易就得到分數 在試技來講是非常傷 抓著徐子轉的球隊 穹技的出手 外線出手 遠距離籃板被 穹技拿到 再往裡切 傳給 想知道外線出手還是要靠他 等著進去的球員回來 當然是張志豪抄球成功 差點又丟掉 再回給張志豪 外圍看了一下 等隊友 前面有三個球員 往底線切 挑出右邊 這球 空檔黃毅文 空檔 這邊顏曉靠三分球嗎 還是要靠內線的進攻關西又轉身 藍板就被張志豪拿到 勇吉有機會 來突破 雙重擺攻球進 張志豪 張志豪 制造空檔的機會 跟這一個踩的歐洲步 還做一個著手的 也許不用那麼著急 對 把整個剩下的秒數 把進攻跟防守的轉換說到最少 對 讓大輪沒有機會 做進攻的一個次數 而且張志豪在這關鍵的時刻 在對方的上 所以這邊就要來請教教練 所謂這種一三一的區域防守 這個防守他們的重點到底是在哪裡 為什麼會要讓 姐一開始的這個防守強度就已經很夠 這運球切入以後的確要有 真的選手 人數是有在增加了 但這真的在國際賽上面 我們還是需要這種超過200公分 甚至更高的球 今天我們在廣告時間 教練特別有點名黃毅偉 其實他的這個出球的手感其實也是不錯的 沒有錯 張志豪 傳球再給張毅偉 自己在藍底下補進 反動 畢竟來講他沒有守你 而且他足跡現在有高度的優勢 對 對 為什麼 這是一個連續動作 N1 YES 最矮各式 所以我們看張志豪的確有這樣一個突破 跟分球能力再加上他一個節奏變化 做這樣的一個得分 事實上來講 永極有良的射手 所以張志豪不需要把小邪送到小峰那邊 甚至12號身上 哦 他選擇自己來啊 對 是為了這種大場面而生的球員 對 沒有錯 因為到重要的時刻 他其實越敢出手 所以我們看喔 雖然他個子矮喔 能夠面對藍光 另外一側 張志豪地板傳球 找到了隊友男底下擺進 哇 左手的拋投 非常重傷害 我们可以看到 刚说一个左手的拋投 对 现在剩下一分58秒 张志豪就算有重兵开防他 往篮框的附近丢没有捡到 看张志豪时间应该还是足够的 中距离的出场跳进 这是一个半分比的 只剩下0.04秒 What a play 再加上最后张志豪的一个中距离的跳投 完全就是展现出他的能耐 而且你看张志豪他很聪明 没有直接往篮框下来抢手 不管是全场或是半场 他都可以做一个很有效的攻击 或制造反馈 会很尽力 张志豪倒进去换成右手正面打板 那个最后就是像太子的球一样 抽筋 抽筋 张志豪来了 第一个三分球 一个 真上甲船同样放枪 周焕翔也没把握住 张志豪剩下2秒钟 超板进 原来是有他要投出最最重要的这一球啊 出来的 三节打完之后 现在只有5分差距 领先的是信义国中 这个这个 虎顶位直去stop ball 对 一直让陈冠宗 一直在切入进来啊 对 他都是切到罚球线之下才遇到防守球员 对 这一球陈冠宗 小的防守啊 非常的强悍啊 硬钻得出来把这球投进犯规的精算 有一个B2的学校 可以给他讲决心 现在在等待 为了签约的部分 相当不错 张志豪在底线 外线来了 但没进 王伯恩 有个快功能处理球啊 张志豪好聪明啊 你看前面是195公分的长人 我来个鸡亭跳筒 是